臨船的台南關係平台外 三輛轎車經過 他們回轉又回轉 原來是在找人 帶頭的轎車內 是19歲的黃姓男子 他心疼女友被前男友嗆瞎 要來談判 你怎麼來的 前男友被遠景發現的時候 已經身上多處傷 臉色慘白 送上了救護車 朋友在現場目睹 他被痛歐 真的是很著急 原來嫌犯十打一 除了自帶的木刀之外 公園內的鐵爬子 都被打斷 關係平台的公園內 清潔人員擺放掃地的掃帚 和處理落葉的鐵爬子 把這一些當成攻擊武器 男子是被打到慎藏破裂 警方調查受傷的黃姓男子 和前女友為了分手的問題 在網路上頻頻互嗆 前女友的現任男友 為了幫忙出氣 約了黃姓男子來談判 當天被害人帶了三名朋友 而現任的男友 是帶了九個還有木刀武器 被害人隨手拿起鐵爬子 要單挑現任男友 卻反被圍毆 連鐵爬子都被打斷 被害人與黃姓祖賢女友 有感情口角糾紛 遂相約談判 黃賢並號召 陳姓范賢等人前往駐鎮 意外之後警方調了監視器 發現三輛轎車打撞畫面 一尋車牌要去逮人 結果十九歲的祖賢 才剛剛回到家 警方一重傷害罪來送辦 而送醫的被害人 除了明顯的外傷之外 腎臟破裂得手術治療 前後的男友的戰爭 兩百俱殺 三天新聞王少宇俊榮 談談報導